第五章 七印封岩的书卷 我看见座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 里外都写着字 用七印封岩了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 大声宣传说 有谁配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封岩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没有能展开 能观看那书卷的 因为没有配展开 配观看那书卷的 我就大哭 掌脑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遥哭 看那 由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位的根 哈以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封岩了 有羔羊配开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 并掌脑之中 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眼 就是上帝的七灵 凤差遣 往普天下去的 这羔羊前来 从座宝座的右手里 拿了书卷 他既拿了书卷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 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他们唱新歌 说 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 各民各国中 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上帝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作祭司 归于上帝 在地上执掌王权 称赞上帝和羔羊 我又看见 且听见 寶座与活物 并掌脑的周围 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哈门的数目 有千千万万 大声说 曾被杀的羔羊 是配得权并 丰富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 重赞的 我又听见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沧海里和天地间 一切所有被造之物 都说 但愿重赞尊贵 荣耀 权势 都归于 座寶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圆圆 四活物 就说 阿门 众长老也苦福敬拜 拜拜